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扣盘门竹 有一个人生下来就双目失明了 他不知道太阳是什么样子的 就去问眼睛好的人 有人告诉他 太阳的形状像一个大铜盘 盲人摸到了一个铜盘 敲了敲 铜盘发出清脆的响声 第二天,钟声响了 声音十分清脆红亮 盲人以为这就是太阳 又有人告诉他说 太阳发出的光像蜡烛一样明亮 盲人摸了摸一根蜡烛 记住了它的形状 有一天,他摸到了一只月 觉得形状像蜡烛 就以为月是太阳 这说明靠别人的片面介绍和个别解释 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 只有亲自深入的调查研究 才能准确地认识 把握它